客艙内传来旅客的哀嚎声 新加坡航空21号遭遇严重乱流 造成一人死亡多名旅客受伤 尽管乱流难预测 但出示客机又是波音 让波音飞安再度引起关注 事实上美国FAA今年3月 就曾发布一份试航指令 针对波音777机队五种机型发出警告 包括777-200、777-300 还有这次在泰国迫呛的 新加坡航空777-300ER FAA指出这些客机 油箱旁的电线绝缘设计不良 严重的话可能造成油箱爆炸起火 消息曝光波音股价重挫 更连累美股 目前全美至少有300架777客机 而我国内两大航空 根据官网资讯 也有采购波音777-300ER 尽管美国FAA发出试航指令 是标准程序 并不代表有迫切飞安问题 但波音接连出包 准备出货中国大陆的飞机 也因为电池审查没过关 必须延后交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